大家好 又到了周報的時間 我們主要是一個平台去講解不同的遊戲新聞 以及有什麼好的遊戲推介 主要定期更新的項目就會有遊戲周報 以及不定期的感想 以及一些遊戲的音樂影片 至於文章版我們主要會在巴哈和年燈發文 影片版就會抽文章版當中的重點來講解 而這個就是我們今個禮拜的Export周報的內容 關於Export的遊戲更新 因為一個禮拜或一個月也有太多遊戲更新 外於蝙蝠關係 我們只會講今個禮拜已經上了的遊戲 以及一些真的很重點的我們才會講 其他就可以參與文章版 好 事不宜遲 我們去片 首先第一款遊戲就是Conscious 是微軟自家Compulsion Game的第一款作品 故事一開始已經很吸引 講述現實世界的小女孩 可以看到影子世界的女主角 但女主角看不到現實世界的人 女主角反而可以利用她的能力 穿越影子和現實世界 同時對現實世界進行物品的干預 來幫助小女孩 雖然本作已經都歷史悠久了 但玩法和解謎都是不錯的 第二款作品就是Sufford 它是一款英文的電影式遊戲 玩法其實都蠻獨特的 它要在一個搜尋軟件中 搜尋一些關鍵字 然後看影片 透過影片中找出更多關鍵字 從而推敲劇情 如果你也不知道這款作品怎麼玩 或者像我一樣玩得 哪一手不停地呢 這款遊戲還為我們提供了接龍 第三個遊戲就是層層夢境 上星期有提過的 實際到手後果然是優質 它的手感流暢 特效技能都很型 以及多樣化 打遊戲的時候 手掣震動都很明顯 整體玩法跟克帝斯差不多 都是有些弱點讚 升級要素等等 不過整體難度都是比較低 而且終於一開始就選定自己的武器 雖然跟克帝斯一樣 都可以跟同伴交流 但因為本作的背景 是說女主角如何解開心意 所以是意外地有共鳴和特色 所以呢 對比起克帝斯的神話劇情 本作的劇情是會更加令人期待 想追下去 但當然好玩就當然是克帝斯好玩不少 另外本作的BOSS戰動畫都相當不錯 都頗難想像是三個人的工作室打造 我自己都頗推薦這隻作品 接下來要講的就是穿越火線 它會2月10日才登陸Gamepass 這隻遊戲的多人模式 是一隻免費遊戲來的 單人模式就會分開兩部份 分別說回兩邊陣營的故事 之後戰翼的第一部份 是會登陸Gamepass 如果你想玩整個戰翼的 那就要多付198元 那你問我的 當然就是玩了Gamepass的版本 好玩的 就付錢之前買到完整版吧 因為這隻遊戲的戰翼模式 是由Remedy 即是控制那間廠 用自家引擎去打造的 所以我自己都頗期待 那看Trailer呢 例如好像大BOSS拿著我的發光小刀 然後我很喜歡的說 什麼命運選擇了我 拯救世界 那這些都是一些頗特別的元素 我自己都頗喜歡這些作品 那所以你問我呢 我自己都會期待 也都在臨印是 可能手法 好玩的 那就已經會買完整版的了 那你說 跟Call of Duty比 Halo比 那當然是沒有得比啦 那但是 我都會期待 Remedy 究竟會用這個 什麼故事 什麼關卡手法 代表我們一個 怎樣的戰翼模式 不過呢 就奇怪的是 這隻作品 其實是有大陸版的 什麼穿越火線 高清版 那其實 應該理論上是有中文的 那但這隻作品 我找的資料 都還沒說說有中文 那如果沒有中文都很麻煩的 所以希望有 跟著就是一些Game Pass遊戲的更新 那 微軟無二飛行的世界七更新 也都已經更新了 那這次強化的呢 就是西澳洲的景觀 那這些強化呢 強化前和強化後呢 是真的差很遠的 他們都加入了很多新的活動 那 例如一些景觀航行 那是你不想怎樣開飛機 但又想看景觀呢 那這些就適合你了 那這次更新呢 也是免費更新來的 那所以如果喜歡這類型的遊戲呢 就可以留意了 那接下來呢 就是Grinded的更新 那都是微軟自家作品 那些人經常都笑話 微軟的工作室啊 不做事 但明明其實就有做事咯 貴貴都更新 就要免費更新 這些更新都要時間和金錢 你以為真的不用做嗎 啊 說回更新 那他就是多了很多的地城 裝備啦 還有一個資源分析站也挺有趣的 你搜尋完之後呢 就可以直接看到那些資源在哪 那就方便不少了 之後呢 就是Force A Horizon 5的 貴度更新和世界部活動 貴度更新呢 都常見啦 但世界部呢 就是一個為企四周的特別活動來的 那玩家可以透過駕駛相關國家的汽車 來支持那個國家 每個星期都會公佈結果 期間也會新增一些國家的服飾 和響安 那活動開始和結束呢 都會有特別的汽車活動 那可以參加 那APERS更新也都出了啦 那除了一些例行公司 有些Battle Pass啊 地圖更新之外呢 那重點當然就是在他新角色 MagMag而上啦 那他被動技分別就是 就是擊中敵人之後可以追蹤啦 那還有拿散打會增加補速 主動技就可以消染看後面的敵人 終結的呢就是向前面的一個大的鐵球 然後然後有些增速的道具 就這樣看的話呢 主動技的威脅就應該是最大的啦 接著就是一些即將落架的遊戲啦 那這堆作品呢 都是在2月15日落架 那Ctrl會是當中最推薦啦 FF12以外的作品呢 我想要在2月15日之前通關呢 應該都不難的 那但Ctrl如果你說 欸我真的想買啊 那我就建議你不如直接買這個終結版 有一個次世代的更新之下玩呢 就最棒的 講完遊戲 那我們就講新聞啦 希龍無限 本身的季度更新啦 和多元模式呢 其實都未上架的 那11月的時候 343就說 一月份我們就會公佈更多的資訊啦 那但看來就未必得啦 343的總監呢 早前就宣佈說 欸 相關的內容呢 需要更加長的時間去製作 那所以 實際進度呢 就仍然不太確定 希望Halo的粉絲不要太傷心啦 但我自己覺得 無論是Halo這個品牌 或者343這間工作室 其實都需要有一個新的開始 不是說Halo不重要 但作為一個20年的IP啦 是不是還需要他 站在第一線去承擔重擔呢 那對IP本身啦 系列本身啦 粉絲本身啦 或者工作室 甚至是未完自己 那個壓力其實都很大 或者Halo需要在主力IP裡面 慢慢向後騰或者原重啟啦 等多些的後背IP可以上位 343一也要吸收多些的經驗 在這麼多第一身射擊廠的微軟之下 會不會可以扮演一個 輔助點的角色呢 但實際上來說 Halo這個重擔呢 一旦接受了 就真的創作上會有很多限制 粉絲和微軟的期望這麼大 又有哪間工作室會肯接這個單字呢 第二單新聞啦 就是Sony賣了Bungie 即是天命間廠啦 XBO玩家最關心的 當然是 之後的作品 會不會被人獨佔啦 官宣裡面 兩邊都強調多平台的 我自己都覺得大機會 因為比較大機會 可能是 PS Plus的會員會有些 免費的內容 以及更新等等 我對Sony的收購 其實反而不是很大 因為第一 就是它的確沒有什麼 第一身射擊的遊戲廠啦 那收購都合理的 第二就是 那因為Sony收購 其實不等於會 會Day1登錄些什麼 加上它的震撼程度來說 對我來說 就要長一點時間去觀察啦 還有Bungie自己 都是一間比較難處理的廠 經常性都跟金主 有些不好的回憶啦 那看看Sony能否把握到 第三就是 無論Sony收購誰也好 微軟收購誰也好 那對那個平台玩家最重要的 都是自己平台做得好不好 那 Sony買了Bungie 但是微軟都遲到進步 那對玩家來說 其實是好事的 也不會抹殺了 被哪個平台的努力就沒有了 那不會的 所以我自己的反應其實不是很大的 那說到收購呢 最多人說是 就說 誰誰會買EA的廠 用熱量賣得起整間廠 那但其實呢 EA反過來告訴你 我才是想收購人的那個 對了 那它在剛剛季度的報告 就公佈了 只收入呢 就是1.7個B 數位銷售呢 就佔了64% 全部收入來說 有70%是來自一些服務性的收入 只有30%是來自完整版的遊戲收入而已 那麼 業務收入分佈上 主機佔了70% 電腦就20% 手遊呢 就10% 原來在投資者的Q&A裡面 他就多次提及自己想是收購其他公司 即使這條問題其實本身跟收購沒有什麼關係 他也有主要提及 如果你說EA真的是收購 那我自己覺得最大機會就是買手遊廠 因為你看到它的收入模式 主要都是一些貨金或者服務類的收入上面 但手遊呢 它就只是佔了自家業務的10% 那麼進步空間也很大 另一個我不想EA買一些非手遊廠的原因 就是因為 微軟買工作室等於一些作品會上Game Pass 新作會D1Game Pass 那麼Sony買工作室等於一些作品都會獨佔 或者會慢慢培養 那麼EA買一間工作室 等於什麼 自己想吧 Phil Spencer 在Xport玩家心目中地位順高就一定的了 因為他真的夠了Xport之餘 亦都令到Xport由過去的低潮 回到現在真的很頂盛 而他本人亦都得到了業界的認同 得到了終身成就獎 這個獎 過去的得獎人都是一些很結出的人物 包括KS之父 或者任天堂的傳奇 岩田聰是的獎 那麼Phil Spencer的公職都講過很多次了 他貼地 亦都真的知道玩家要什麼 亦都真的推動到市場是進步 或者正在改變 而更重要的是他的傳奇就是剛剛開始 他和微軟究竟會把Xport生態圈推到有多高呢 我自己都蠻期待 最後我們會看看微軟CEO 如何為動時暴雪的收購案 帶來反壟斷的疑慮解釋 他接受金融時報訪問的時候 就說回其實現在市場是高度分散的 即使收購完了之後 微軟也只是第三大的遊戲公司 市佔率其實還是很低的 即使放眼頭兩位的公司 市佔率其實都不高 因為現在內容製作的平台其實是很多元 他也提及了Windows是唯一一個開放的平台 在Windows裡面最大的商店不是微軟自己 而是Steam 顧客可以自由選擇如何付款 但相對之下其他平台就是比較封閉的 所以為什麼微軟CEO 就說我們希望透過收購 令到市佔率低的情況下 都可以透過Xcloud這些平台 將遊戲給予更多小玩家 為什麼微軟CEO會故意解釋呢 主要是因為聯邦貿易委員會被指 開始了對收購進行反動斷的調查 有些專家就指出 Call of Duty 獨不獨佔 將會相當影響批准和不批准 第一 我覺得Call of Duty 短期內真的不會獨佔 第二就是收購的調查 其實之前也有 B社也有 是正常的程序 就算有 微軟CEO也會有把握 才會去做這件事 所以其實暫時來說 就不是我真的有很大的影響 以上就是本周周背的內容 如果你都喜歡這段影片 或者喜歡我們文章版的周報 記得come out like and share 我們這段影片 或者去到文章版裡 都去留言 對我們都是很大的支持 另外 沙貝的Edgame Video 我們都剪了出來 也都寫了感想 大家都可以去看看 因為我們都花了不少心血 那這個星期就這麼多 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